接着我们第四场 三班千二米的 好状态的马都相当之多 配备转变就一连峰月一号马 初戴眼罩 另外智星时机也是 五号马的神进马车就除眼罩 初戴防沙眼罩 越跑得就转仓 也都除了眼罩 至于中肝二胆也都是转马防 随面枯 初戴交叉被枯 绑利就照舊 好了 先看这只 就是深灰色的马 一连峰月 放在前面走 他落地就试了好几个杂 当中只有一个试杂 就用了眼罩 但是他的表现 如果你看看 放不到在前面走 他就试得不是太好 这个谷草杂就放头 但是就没有眼罩 最后就不是太多 给一些马 终点前都过了 特地找了几个大杂 给大家看 刚才那个是谷杂 就是说全程没有换脚的 好了 再来这个泥地杂 前面走掉了 那只也都已经扔掉了 那他自己跟着人来跑的 好了 回到来 他都开始学到一些东西了 马开始换脚 让马可以 那个平衡上拿得好一些 回到来还是维持这个速度 起码不会像之前的谷杂 这样散 没错 你看到那些马 逐步在改变当中 连马斯也看着他们的试杂表现 来到转变 瀟灑一生 帝豪精彩都在 这个就是2月25号的试集 出集很快的 这只一年冬月 摆在前面走 旁边那只刚刚跑了 刚刚好 两只马也都已经换了脚了 另外就 瀟灑一生就第三了 这只马翻步慢到不得了 我想它应该是一些 比较长老一点的马 帝豪精彩 就在来南红色衣服追上来的 就是你看到那些马在用脚里面 一步一步可以适应到香港多些 就是很难说是赢和不赢的 而是你感觉那只马里面 适应得好不好 它算挺好的 这只就勇创派对 都是一些新兴的路程专家 现在演出就相当准成的 早上这些是不用太劲的 就是很放松很柔的走回来就可以了 说真的 勇创派对的步子都不是漂亮的了 不过人家都这样已经都可以的 好了 宜春辉煌 都不知道哪里可以的了 这些神经都 跳它就不一样是这样跳 大浪漫的蜜蜜蜜蜜 这只就加映精彩了 也都转了马房的 现在在容天鹏那里 那我有一段时间没见到这些马 因为它在重化 觉得这个模式就不是太漂亮 也都有一点点圆身 是啊 它好像撞身了 真是宜远的 神圳马车了 转了了 浪山晨网 那就出门要爽了 又不要说很理计那些这样 这只也是转了马房的越跑德 近期就试跑德 越跑德都转走了 这只去了希斯那里 这只越跑德也不是很漂亮的 但是有些神经质的马 有时候突然跑得好 就是有人教 刚才看到杨明伦特意想去换脚的 好了 终身美丽 我觉得它就不是一只快脚的马来的了 真是 头段又是要砌得动 我不觉得它有什么很大的进步 这只中肝二胆又是转了马房的 之前就在高东尼那里 现在是去叶楚昂那里 无恙就没什么太大的转变 都是粒一点的 应该可能要长一点路 红衣火旺 我觉得它就fit的 这只马真是 不过之前有些拍跳 我们都看过了 我记得 这马今年应该是可以再上的 对手不是很多而已 现在是个档 让你理计一点 又是跑得很密的了 蔡有汉的马 智盛时机 这一伙就没戴眼罩试了 那跳完呢 就去教杂 这样考了眼罩的之前 回到第四场了 就三班千二米 这一组看下去 当裔的马就不算太多 就看到红衣火旺 神聚马车 甚至勇创派对 都是大家会选的 但是10号马的智盛时机 这次会戴眼罩 我们之前也说过 这只智盛时机 是落脚比较慢的马 这次用过眼罩 当然你正面点这样想 希望它会发脚一点 就是跟得顺一点 但是如果它戴眼罩会急了一点 上前跟得快 它回到来还厉害不厉害呢 这一点大家都值得想一想 都似乎在形势方面 那只勇创派对 其实说真的 我对于这些马的开步 我觉得它不是很流畅的 有点挫头脚 不过它用的都对的 但是你说人家这样都已经得了 证明了一只都已经 最少都已经赢过两场马了 操练又正常 又执起了二档 表面条件上真的都很优厚 其他就不是10 就只智盛时机 希望头段不要立得那么紧要 又不要临场急得那么紧要 又轻绑三档 其他临场再选择 他以前都在美国服役 这些马当然在香港比较少出现 如果说到血线 Alcabair是Skidady的子字 是美国泥地总马的血线 所以他服役的时候 在美国赢过的五场头马 全部都是泥地或交沙地赛 赢马途程不是14米 就是17米 其中两场头马 两岁的时候就赢了 而他的最高竞赛成就 是赢过二级赛 在2014年 在英国的邱吉尔马场 赢过一场 肯塔基赛马会 赢过一场 那行是两岁马的二级赛 至于一廉峰月的武系 曾经在英国赢过两场赛事 都是赢交沙地赛 赢过1000米和12米 两场头马 在温佛咸顿马场和领飞马场赢 至于无线家族的其他成员 大部分都是跑短途比较好一点 个别有些赢到上16米 交沙地赛 黎地赛的性能大部分都蛮好的 所以看了父母两线 一廉峰月看来像黎地马多 短途中距离赛应该都适合跑 长一些路程的赛事 都有机会随着年纪的增长 跑长一些路程都应付到 一廉峰月来香港之前 在爱南和英国合共赏两次 赢过一场头马 赢马那场是14米的草地赛事 跑右转 之后去到英国的沙丘元马场的三级赛 他都能上名的 那场赛事有点不幸 差点是跑第二 只要赢上输 至于直路赛和交沙地赛 他都没跑过 沈习城马房的初出马 上季一出即胜马有两匹 他们就是知道再胜和包装长胜 今季跑到现在为止 初出即胜马有两匹 他们分别是浪漫勇士和风雷电 初出上名的马亦都有一匹 那匹就是幸福至上